魏无羡抱着一瓶葡萄酒,在昏昏沉沉中睡去,这个晚上他梦见了在迷雾之中,他看见了蓝旺基的身影,他跑过去喊他,蓝湛,但蓝旺基不知道是听不见,还是根本不想理他,头也不回地往前走,魏无羡更大声地喊他,蓝湛,蓝旺基依旧不回头,就在他的前面若即若离地走着,魏无羡怎么使尽加快速度都追他不上。 迷雾越来越浓,蓝旺基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,魏无羡大喊一声,蓝湛,就醒了过来,他感觉脸上都是湿的,一摸满手泪痕,江城听到魏无羡撕心裂肺地叫喊声,跑到他的房间里来,看见魏无羡那湿魂落魄的样子说,魏无羡,你没事吧,三更半夜喊谁呢,你是不是去看一下精神医生,还是去问一下神, 怎么这么多年来,总会莫名其妙地喊这个词,魏无羡摇了摇头说,我没事,江城,你扶我起来,我去洗一下脸,魏无羡亮亮呛呛地到卫生间洗脸,他心里开始有了某种感觉,难道他真的像江城说的那样? 他被抛弃了,但是感觉不对啊,哪里不对,这用词不恰当啊,他又没跟蓝忘机谈恋爱,他跟一个男人谈什么恋爱,没谈恋爱何来的被抛弃,他们只是朋友,是突然发现了两人之间或许有某种关系的朋友,难道蓝忘机是因为这个才跟他疏远? 也没道理啊,他们都还没找到答案,怎么就马上跟他划清界限,魏无羡心存不甘,他不愿不明不白地被抛弃,这人一直拗拗起来,那是不达目的不罢休,他决定要跟蓝忘机问个清楚问个明白,为什么一转眼就不想见他了? 蓝忘机把自己整个的投入进工作当中,讲学演出一个接一个的活动,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,去想那个问题,蓝忘机意识到,他和魏无羡肯定是曾经彼此的唯一,才会执着到金氏来相认,然而,金氏已经变了,他们一出事就注定了无法重续前缘,是生死不住错了吗?是阴差阳错吗?怎么让他们都转世成为男人? 蓝忘机发现,自己竟然对魏无羡肯定充满了热气的向往,那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感,那一种感觉正在不可抑制的滋长,魏无羡是个男人,但是并阻碍不了自己对他的向往,魏无羡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,在拉着他向他靠近,蓝忘机知道那是不行的,不可以,不可行,他与魏无羡没有可能,他的眼前没有路,他只能放弃,躲离。 蓝忘机感觉,他有生以来碰一个前所未有的棘手问题,而且这个问题无解,可是啊,那个呼唤了他多年的声音,一直就在他的心底,而且,那个声音已经是有了来处,有了具象,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人,站到他的面前。 魏无羡的笑脸,每天都在他的脸前晃着,敢也敢不走,蓝忘机无处可躲,他该如何是好呢? 忘机,近日可有什么难解的事,需不需要我帮你? 蓝希尘走进蓝忘机的办公室,一脸关切地问,没有,肯定有,我是你哥,你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? 真的没有,好吧,要不,你找魏先生谈谈,我看你们相处得不错,也许你更愿意跟他说说。 蓝希尘叹了口气,哥,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本来问题就出在魏无羡身上,而哥哥叫他去找魏无羡求解,蓝忘机沉默了一阵,滴滴地问蓝希尘,哥,你可曾喜欢过一个人? 没有,提到这个,哥还真没有发言权,蓝希尘假嗨了一声问,忘机,你,心里有人了,那真是好事啊,哥,如果喜欢一个人,需要考虑别人的眼光吗? 需要,也不需要,如果是找人生伴侣,还是得参考亲人长辈的意见吧,人不是孤立存在于这个社会,只不过,最终还是听从内心的所想, 因为,最终相依相伴的是自己两个人,不是旁人,哥,那你有没有想过成家? 想,当然想,只不过是因为找不到那个对的人,所以不想苟且,蓝忘机再一次陷入沉默,忘机,情投意合,三观相符非常重要。 蓝希尘认真的对蓝忘机说,是的,心甘情愿,忘机,是不是哪个人出现了?没有,不知道。 蓝忘机的脸闪现一丝慌乱